今天要去上普拉提克 我今天要练这个位置 你知道这叫 就是这坨肉叫什么吗 我刚查了一下叫八字肉 所以今天就是练背至垮脸 至改善我们的八字肉 然后反正要去上普拉提克嘛 我们就找专业的老师 一起来教我们跟练吧 第一个动作 全心向上向后伸展 在做的时候大臂夹紧 紧紧下沉 大臂和小臂成垂直向后伸展 在做的时候 两侧肩胛骨向内收紧 这样子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得到 就是那一带的那个尴尬线的肉肉 慢慢地在削减 越变越瘦 第二个动作是增加手部负重向后伸展 我们的负重可以11公斤 也可以2公斤 看个人情况循序渐进就好 关键呢 也是整个肩胛骨往下沉 记得做沉肩 不要给斜方肌造成很大的压力 提齿骨收肋骨 我这样还行吗老师 OK 我怎么觉得两公斤对我来说好像 轻了 不 略成了 这两个动作就是很好地去解决 我们那一代的这个肝大腺的问题 我觉得练对筋的值得很大 是 好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多组数 多组数少四十个 要做十五个一组 然后每次做四到五组都可以 四到五组 改善我们的圆肩駝背的空间和看景的问题 然后我们握的时候 比如说觉得自己的 驮肩有一点严重 我们可以握的肩再宽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的肩胛骨的这个有点舒适度会好一些 对 然后如果要是觉得肩关键灵活度OK 我们就可以握的转一点 然后呢还是一样啊 提住我们的持股 不要撑股喷前进的状态 然后要提持股收肋骨的基础上 然后手向上 我们可以配送两股腹气向后 其家里有毛巾也可以对吧 对毛巾是它的弹性比较好 就是对于一些圆肩头类比较严重的 会有一点不舒适感 我不知道它什么原理 但是我觉得练背就是让你紧实 这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我们后面的肌肉收紧了以后 是说我们整个前侧被拉长的肌肉 是不是也向后瞪了 就相当于都向后收紧了 所以其实它整体是向后鱼的 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垮脸呀 还有包括收紧的前侧的这些肌肉 它都是向后肌整的 所以又拉伸开 又一些收紧的肌肉也被拉开 拉长的肌肉被收紧 那样我们的体态就基本就保持中立的状态 这个也是十五个一组 做四到五组 刚才那两个动作都三个动作都可以结合 负重的无负重的和这个绕环的动作 环游时间 这个我也是买的 Lisa老师通过 这个真的还挺好 通过那个 不是 就是买了以后 通过的 还挺好的 几十块钱可以团结一个健康 好吧 今天就是大家一起变数变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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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